HELLO 各位方塊歡迎來到 BLOCKY CUPLE STONE 我是黏土 是的 我們要出入一全新系列 全能minecraft改造網 這個idea是來自一位網友的留言 也是第一集的投稿者 在這邊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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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謝他 此系列主要會幫投稿者做建築的改造 我會依照你的需求完成作品 同時盡量不破壞你原本的大致主體 如果螢幕前的你願意讓我為你的作品大興土木的話 歡迎來到 BLOCKY CUPLE STONE Gmail.com 呃 對 對 對 CUPLE STONE 拼出來拼成A 標題為 客後建築秘密輔導報名 提供你的Discord ID以及報名者稱呼 日後會與你做聯繫 再來動動你的滑鼠味這個系列的出聲 點讚呢 這次的影片 是由你輸入的支持者提供 提供的提供 提供 提供的提供 提供 因為冰天雪地的環境 原作者希望建築風格能…圍巾一點 我計畫是呈現比較有現實世界裡傳統圍巾建築特徵的改造 它總共蓋了五棟建築一個水井幾個市場攤位 一座未完成的冰山作品 大致的構想為小型聚落的形式 溝通意見後我的idea是打散這五棟建築在地圖各角落 在建築周邊設置小型樹木、圍牆等等的東西 讓其融入自然環境中 左上角的冰山做裝飾藝術 市集則擺在正中央 圖片下方淺藍色線則是重新刻畫海岸線 然後塑造冰河的造型 首先第一棟建築牆面可以看到非常的平整 一樓都設有柵欄窗戶 外面還有露天座位 室內的話也有座位、霸台以及樓中的設計 原作者是想這棟是一間餐廳或者是旅館之類的東西 而我呢要把它變成圍巾求掌屋 平整的牆面沒有不好 但牆面能做多點立體設計的話 它是會更好的 一樓牆面我讓它突出來一點 二樓則相反 正好與普遍中世紀民房的建築顛倒 這樣的設計會讓整體看起來更有層次感 而且厚實 這邊是有參考一下傳統圍巾的建築結構設計的 再來是室內的部分 原本顯得有些凌亂 我要做的是重新整理出一個開闊空間 原本蓋太多不必要的柱子了 會把室內空間壓縮 看起來會有些狹窄然後壓迫感 怎麼講就是風水不太好了知道嗎 原本的樓中樓我非常喜歡 我打算留著這個特徵然後加以發揮 這邊我還蓋出了一個古代北方貴族的爐火 他們喜歡把爐火放在室內中央 也是屋主會客大廳的中央位置 這樣大家都可以取到暖 原作者在屋頂的結構上有下一點功夫 他有嘗試去蓋出支撐屋頂的架子 或者說是結構 這邊我想做一點改造 我第一次做這種東西 雖然minecraft沒有重力需要骨架 但這樣比較寫實 而且還蠻好玩的 畫陰剛落 這棟建築就呈現一種立體牆面設計 欸這就是一種突破 這就是一種突破 minecraft就是要玩這種視覺上的立體感 而且他的煙囪有試著去detail 蓋出石堆破碎老舊的那種感覺 爐子裡還蓋一個小小的煉藥鍋 這馬上點燃我里昂的煉金魂 但等等因為室內設計的關係 我得重... 我想你重新蓋一個 拆掉重新蓋一個 順便示範寫石封的建造方法 搶面我也像先前那一棟 把一樓往外擴 擴大地基 二樓則保留原本他突出的構造 把屋頂稍微整理改造一下 屋簷做了這個鋸齒狀的造型 我覺得還蠻酷的 再來我想秀給大家這個煙囪的改造過程 首先先蓋出一個大致粗略的主體 再來把材質做點更換 處理牆面細節 最後把零零角角的地方用半磚及階梯 細微化、細緻化 讓每個邊緣盡量撐絲不齊一點 掌握這個要點 你便掌握建築的精髓 五棟建築裡 我覺得這個倉庫蓋得最好 全因為它的牆面 比起剛才兩棟它做了大量的細節 我不打算改掉牆面 轉而把屋頂大修特修 襯托正面牆的一個level 在歷史中 基督教傳入維京文化後 他們蓋出了一種 這樣子的一個宗教建築 為了模仿 我也加入了尖塔 環繞主體的屋簷等等元素在裡頭 倒數第二棟我叫它獵人小屋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屋頂的頭尾都有往上撬高的趨勢 這就非常有趣 更讓我驚豔的是煙囪往一頭傾斜 這兩個點我會留著 把屋頂的弧度拉大一點 整理一下煙囪的材質跟一些細節處理 很可惜我沒有錄到動工過程 但在待會的展示片段 包括所有建築的室內設計都會看到 最後是烘焙屋 冰天雪地裡還是要吃個麵包吧 除了牆面立體化 最酷的我想就是船頭造型的屋頂 看起來就像截掉船頭 把它砍一半然後上下顛倒 把它上下顛倒蓋在房子上 大家在蓋房子的時候 不免去嘗試新的屋頂設計 說不定會有前無古人後來者的創意喔 蓋完前面五棟主要建築後 我想要幫原作者收個尾 這座冰山 眼前這座冰山是他蓋的 他用手蓋的 我原本沒有截取這段地圖 但是他冰山都蓋了 我想說太浪費了 我不蓋燈塔 不蓋建築 他原本想要蓋燈塔 我打算蓋一個圍巾戰船 卡在冰山裡頭 喔 喔 傑作我跟你講 傑作 這樣子的一個裝飾藝術 山壁啊 冰山等等這些東西 樹木啊 它會襯托出一個 地圖的全新樣貌 冰建築是蓋在地圖上的 那我們蓋出這樣子的裝飾藝術 它就會讓整體看起來更豐富 會有一些故事性 欸這就是我要做的 至於地形的部分我把冰錐複製 然後移除了一些 因為畢竟我要這個空地來蓋市集 然後這些冰山我會把它放在海上 海上因為我等一下會蓋海灣 除此之外放了一些道路啊 然後樹啊等等東西 樹比較特別 我不是用原木去蓋出樹的 我想說冰天雪地 樹木會比較瘦小一點 所以我用山木柵欄 搭配蒸葉的樹葉 來蓋出一種小型的蒸葉裡 圍牆的部分是為了讓地圖有一個邊界的感覺 邊界是有村莊嘛 可能需要圍牆來抵禦 呃北極熊啊 呃 怪物 海豚之類的東西 我不知道 最主要就是為了讓地圖 襯托出一種更豐富的元素在裡頭 最後我要帶給你的是精華的片段 比對先前的改造跟改造後的樣子 在這之前我需要你的讚或是訂閱或是喜歡給你minecraft的朋友 當然會是我創作的動力 那... 有話不多說 讓我們一起進入展示的時間 我們只是做了一些文化的文化 大家要求也要求 記者要求不及 我們也要求不及 在這張行動的文化 母、理解できれば 我們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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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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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